王献之的小凯 张怀冠在书役中 把王献之的凯书排列在第四位 名次在王羲之 中瑶 王庸之后 王献之的凯书作品 传世的仅由小凯洛神父 而原件早已损患 仅存十三行 故人称之为洛神父十三行 或简称十三行 据赵孟府 松雪斋集记载 磁铁在唐代有莫及两本 一是近代用麻简所书 写得顾叛有资 神采飞扬 宋高中先得九行 后归贾四道 贾右续得四行 最后为赵孟府所得 明万历年间 在杭州西湖边阁岭下 出土了一块石碑 即洛神父残本十三行 因石色深暗 一如碧玉 故事称清玉版十三行 又因其地源自贾氏道 半修堂旧旨 所以后人认为此时 即贾氏 居家长墨迹所刻 清玉版 在清康熙年间 为翁松年所得 翁请杨斌提拔 克时服后 金传 较旧的踏本 多为此时所踏 二十唐人 用硬黄纸摸写本 后有柳公权 拔两行 事称柳拔十三行 写得秀静开朗 赵孟甫认定 他是唐人的摩本 后人以为 就是柳公权所临摩 刻入了 岳州 石石铁中 除了上述两本以外 又有所谓的 白玉版十三行 笔画叫清玉版枯寿 石花剥落处 有明显的刀痕 无疑是一件赝品 王献之 洛神父十三行 乃是中国小凯艺术中 难得的精品 曾见过末季的 赵孟甫评价说 献之所书 落神父十三行 二百五十字 字画神意 莫彩飞扬 楷书发展到 王献之的时代 已经变得比较纯正 字画秀媚 用笔尽力受应 笔势外拓 神态舒朗 毫无俗气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